在巴西举行的听障羽球市井赛 比赛接近尾声 而台湾代表队昨天有男单、男双、女双跟混双 四个项目晋级准决赛 虽然选手奋力不懈 可惜全部都以1比2席败 在天四面同牌 而目前台湾代表队赛事已经全部结束 包含十六日的团体铜牌 这次一共拿下了五面的铜牌 而接着我们来看看代表队最资深的球员 陈忠义他的得奖感言 陈忠义感谢两位教练的指导 并且表示会继续备战 2025在日本举办的听障奥运 而同时他也鼓励听障小朋友 一起来学习羽球 加入羽球运动的行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